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燕大哥说的没错 这里真的很诡异 这棵树上怎会有我刻的记号 我们不是刚到这儿吗 还未来得及做记号 这么多记号 我就不信走不出一个林子 肯定是燕大哥 说得太夸张了 咱们走得很适呢 燕大哥说得没错 这里真的很诡异 咱还是不能大意 这里的树木越来越密 不是 这林子到底能有什么线索呀 我来自巫山林 是怀疑破红魔会在林中现身 暴君可发现有什么不妥 没有 我只是在想 破灵镇附近有密林 为什么很少见到鸟类 可能秋季向南迁徙了吧 我们这里确实没有多少鸟 只不过每年这时有大雁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近来没有见到 会不会和猫林有关 有可能 猫可喜欢吃鸟了 鸟在天上飞 猫怎么可能吃得到 那鱼还在水里游呢 猫都能吃得到 可不是嘛 有本事的猫才能吃得到呢 怎么哪都有你啊 别管他 我们接着走吧 等等 我要在这里系一根红绳 你说那破红膜会藏在哪儿呢 都已到了江五之时 可是咱连他的眼儿 都没见着啊 说不定啊 破红膜就在前面等着咱呢 这些小花还挺好看 没想到这偏僻的地儿 竟能生出如此小巧玲珑的花 还很香呢 快放下 幸好手上没有伤口 赵兄 此花有何不妥吗 此物名为花稀草 平常情况下对人无害 一旦遇上伤口 便险其猛烈毒性 催人诉死 司徒莫悉那石灸里残留的痕迹 很有可能就是花稀草 他怎么把厨房的东西 拿到房间里来了 这蒜灸竟然有香味 那如此说来 司徒莫心房里的花稀草 可能源于此地 闻起来确实很香 可他捣碎花稀草干什么 捣碎毒花还能干什么 肯定是想下毒呗 莫心妹妹平时很少与人接触 更不会与人结仇 她怎么会杀人呢 她是不与人结仇 可架不住有人为难她呀 我看她要是想杀人 只不准第一个杀的 就是司徒夫人 若有人为难了南姑娘 你会动杀心吗 当然不会啊 我又没鬼鬼祟祟藏毒花 莫心妹妹未必知道 这就是毒花 而且南姑娘别忘了 现在被杀的 可是莫心妹妹 咱那个都少说一句 行不 咱们还是赶快寻找破红魔吧 只怕耽搁时间越久 越难找到回去的路 我们一路上做了很多记号 若不出什么意外 一个时辰之内 就能走出乌山林 这棵树上 怎会有我刻的记号 这怎么可能啊 我们不是刚到这儿吗 还未来得及做记号 传召 而且记号还是错的 伯拉哥 我们来时座的记号不见了